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开发的我们这个第一个项目课程 大家注意是逻辑项目,第一个逻辑项目课程的一个学习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第一阶段的学习 在第一阶段的我们的第一个主题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以及展示 并且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所需要的一些硬件和软件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这个项目 它开发的一个流程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样就方便以后大家在真正工作以后遇到项目以后不至于会守住无措 大概知道具体到哪个阶段我该去做哪个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项目流程大概就分成了这么多个步骤 首先我们还是从这个按项目的这个节点顺序一个一个往下讲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提出以及我们这个项目的意义的分析 好,首先在我们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 就项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这个时候用户会给我们提一些要求 这个要求可能会以文档的形式 或者会以这个邮件也可能是口述的方式提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要对这些要求进行一个分析 大家注意在我们这个课程资料的下载里面 有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说明书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我们这个项目课程的学习 我这里面就为了让我们这个项目课程有更高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仿证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项目来做 因此我这里面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文档 我们的第一个文档就是我们这个用户提给我们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用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说明书 大家注意这是用户的需求说明书 这个时候我们就 这个具体的说明书这里面不给大家讲 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用户的需求进行分析 就要搞清楚哪些需求是有意义的 是真正是有用的 而哪些需求是没有用 并且实现起来很困难的 这些都要和用户去沟通 好在我们把这些真正的需求理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要和用户二次沟通 然后也可能还会沟通好几次 通过这些沟通以后呢 最终确定我们这个项目 到底它的一个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好这个就是一个项目的提出 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准备阶段应该是 然后呢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需求分析 这个时候呢 我们跟用户最终沟通完以后呢 我们会理出一个真正的一个需求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对这些需求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要主要呢 就要分析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可行性 这些需求哪些是可以实现的 哪些是无法实现的 或者说哪些实现起来 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 跟我们这个时间节点 和我们这个人员配置呢 可能会有些出入 因此呢我们就要再进一步的 去对这个需求做一些细化 和更加细致的一些分析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要出一个项目可行性分析的 一个报告 好 然后在这个项目需求分析结束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要对项目的一些功能 性能进行一个分析 以及对我们的一些功能呢 要进行一个分解 好 具体到我们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项目的功能呢 之前在给大家做这个项目介绍的时候呢 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 实际上呢 主要的功能呢 其实就是三个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无线传输 这个是通过蓝牙来实现的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采集 数据的采集呢 主要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来实现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来实现 我们这个车内温湿度的一个采集 好 然后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一个报警的一个功能 对我们这些比较异常的数据出现以后呢 我们这个物联网的感知端 会进行一个报警 并且呢 会当手机收到异常数据以后呢 也会进行一些报警 好 这个功能呢 大概就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功能的分解呢 大概其实也就分成了三部分 刚才也给大家讲了 这边大家给大家简单写一下 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这个通信功能 通信 通信呢 它的我们这个基础是蓝牙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数据的采集 数据的一个采集 好 然后还有第三个啊 就是我们这个报警 安全检测 检测以及报警 报警 好 我们主要的功能呢 就分成了这三个部分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呢 它有哪些性能啊 可能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车载的项目 我们可能不需要电池 我们只需要用车载电源供电就可以了 因此呢 首先它对这个功耗的需求呢 可能会小一点 但是大家注意 但是大家注意 如果你以后在做这种物联光感知端的项目的时候 假设啊 它是需要电池的 它是需要电池的 并且对这个待机时间呢 是有要求的 因此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评估什么 评估它的功耗 你要评估我们这个做出来的物联感知端的这个功耗 对功耗呢 实际上这里面给大家讲一点工程上的小经验啊 功耗实际上分了几个部分 一个是待机功耗 实际上大家像我们这个手机一样 我们这个物联网的感知端也有待机功耗 也就是我们这个感知端呢 在没有检测数据 没有采集数据 没有进行通信的时候 它处于一个相当于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 它的一个功耗 待机功耗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运行功耗 就是我这个感知端 它在工作的时候 它的功耗是多大 并且运行功耗 大家评估一下 一个是平均的一个运行功耗 还有一个呢 是最大的一个运行功耗 就是它的一个峰值 比如说它在采集数据的同时呢 可能会进行一些数据的一些通信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又在亮灯 并且呢 它的风鸣器又在响 那么这个时候 它功耗就是最大的一个功耗 然后当它工作啊 假设它工作了五个小时 那么它可能这个时候耗去了 假设是一瓦的一个功耗 那么这个功耗呢 就是它一个每个小时的一个功耗 就是它的一个平均功耗 大家特别搞清楚 为什么我们正面要谈这个最高功耗呢 最大功耗呢 为什么要谈这个最大功耗啊 实际上是有原因的 因为考虑这个最大功耗呢 实际上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这个电池的电流啊 它所能输出的电流是否能够支撑得了我们的这个物联网感知端 它在复合最重的时候的这么一个功耗 如果支撑不了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感知端呢 它在功耗达到最大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重启 复位等等问题 因此呢 对这个性能的要求呢 主要就是考虑一个是功耗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性能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需要考虑我们这个MCU的一个运行的一个主频 或者说我们运行的一个频率 我们可以撇开这个项目不谈 我们就谈一下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项目啊 我们实际上呢 主要就要看这个项目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工作量 它这个感知端它的工作量 它是否需要去处理一些显示的东西 就它是否需要做一些显示 它对这个窜口数据的要求呢 是不是特别高 并且呢 它在这个对窜口数据的处理呢 会不会对它进行复杂的解算 因此这些呢 都是和我们这个CPU的这个频率相关的 如果这个CPU的频率比较小呢 达不到我们这些要求呢 那可能我们这个运行起来呢 就不会很流畅 或者呢 甚至会出现这个死机的一些情况 这个呢 也是需要我们要考虑的 第三个要考虑的性能呢 就是我们这个感知端的一个存储 比如说我们是否是对这些数据需要进行存储的 存储的数据量有多少 每天最大呢 要需要存储多少数据量啊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性能上的一些要求 好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要求呢 这个以后呢 就需要大家在具体的一些项目里面呢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 好 到我们这个项目功能分解 及我们这个性能的需求分析完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项目组啊 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管理工程的我们这个部门呢 他就会给我们下达一个任务书 这个任务书里面呢 他就会大概规定我们这个需要完成这个一个事项目的一个背景 然后呢会给我们讲下我们这个项目的大概的一个要求 以及我们这个功能的一些上的一些要求 以及性能上的一些要求 并且呢 有可能会建议你啊 如果之前呢 公司会有成熟的一些平台呢 在这个任务书里面呢 可能会要求你使用这个平台 并且呢 会对我们外设呢 进行一些规定 比如说我们这个屏要选多大的 我们这个存储器要选多大的 然后我们收到这个任务书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就算正式开始 好 那么我们项目正式开始以后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去对这个软硬件的功能进行划分 好 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个嵌入式产品的时候 对这个软件还是用硬件啊 会有些纠结呢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嵌入式的这个世界里面 有些功能呢 我们可以不通过软件 直接通过硬件就可以实现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模块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增加一个模块 而通过这个模块呢 通过这个模块呢 它实际上里面也是集成了一个小的MCU啊 这个MCU呢 实际上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这个软件需要处理的一些功能 因此呢 我们在选择软件还是选择硬件上 就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哪方面来考虑呢 实际上第一个呢 就是要从我们整个负担啊 我们整个软件的一个负担上去考虑啊 如果这个软件的负担比较重呢 确实是我们这个MCU呢 处理不了那么多事情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一些软件上 可以交给硬件做的一些功能呢 交给硬件去做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增加成本啊 不是可能是肯定 肯定会增加成本啊 因为你选了更好的模块啊 它内部集成了MCU的模块 那么我们这个成本呢 是不是就变高了 就内比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来说呢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选了一个蓝牙模块 选了一个蓝牙模块 而这个蓝牙模块呢 实际上就已经把我们这个蓝牙内部的这个协议战就已经处理了 因此呢 不需要我们这个MCU再去干涉我们这个蓝牙内部这个协议战 因此我们这个MCU的它工作量会变得很小 但是相对来说啊 我们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成本呢 就会就上去了 假设我们只是不选蓝牙模块 我们选一个蓝牙芯片 它的成本呢肯定会低一些蓝牙芯片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MCU呢 还需要对我们这个蓝牙芯片的内部协议战 去进行一个实现 要实现它这个蓝牙芯片内部的一个协议战 这个协议战呢 大家可以对比到我们的TCPIP的这个协议战 这个协议战呢 大家下来呢 我也会如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协议战呢 在未来大家以后 如果入职以后啊 有这些蓝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话 如果这个公司它不选用模块 而是选用芯片的话 那么可能你就需要对这些协议战呢 进行一些了解 但是这个协议战的这个软件啊 一般呢 这个芯片厂家会提供给我们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移植就可以了 因此呢 在编程上面的难度呢 也不会太大 但是主要会增加我们这个整个软件的一个负担 因此呢 这个软件还是硬件呢 确实是有些纠结啊 大家就要同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是成本 一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整个软件的一个负担 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编程的一个难度啊 如果这个加入的这个软件里面加的模块越多呢 那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呢 就会越多 好 我们这个项目这个软件功能是怎么划分的呢 实际上之前给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硬件呢 实际上就是开发版和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蓝牙这边的协议战的事情呢 就交给了我们模块去做 我们模块最终呢 只是通过串口输出一些AT指令啊 我们通过这个AT指令呢 对我们这个蓝牙模块进行一个控制 因此我们这个软件的划分呢 是这样子的啊 给大家大概说一下 硬件呢 主要会处理几个事情 一个是对这个电源的一个处理 电源的处理 因为大家注意啊 在嵌输系统的开发里面呢 都是要需要电的 因此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这个电源 电源呢还会负责对一些电瓶的一些转换啊 以及呢一些电压的深压的一些处理 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像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他要处理处理这个蓝牙内部的一个协议战 蓝牙内部的一些工作啊 内部的协议 协议 好 第三个呢 当然这个硬件呢 还就是我们这个MCU 它肯定它是一个硬件 我们通过这个MCU呢 要处理我们是所有的这些事物 然后我们这个功能里面呢 我们这个软件要做哪些事情呢 软件呢 就是要做这个数据的一个读取 数据的读取 好 第二个呢 实际上就是要做这个蓝牙协议啊 做蓝牙协议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AT指令啊 对这个蓝牙模块进行一个控制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控制 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控制 以及一些报警 报警的一些处理 这个都是通过软件就去实现的 而不是通过硬件来实现 好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这个软件划分就是这样子的 好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个工程上的一些小经验啊 也就是我们谈一下我们这个硬件的选型 我们这个硬件的选型呢 实际上包含了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呢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主芯片的一个选型 主芯片 也就是我们这个MCU 第二个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外围芯片的一些选型 外围芯片的选型 外围芯片的选型 好 第三个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外围的一些模块的一些选型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液晶屏 还有我们的这些一些外接的一些模块 外接模块 比如说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外接模块 或者说我们的按键 这些呢 都是一些外围的一些模块 进行一个选型 那么这个选型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这里面呢 就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选型的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不能选停产的芯片啊 这个是肯定不能选的 它已经停产了 你选了你第一个是买不到 就算买到了呢 你的后续供应也会很差 就是不能选择已经停产的芯片 不能选已经停产的芯片 这个是不能选的 这也是我们这个选型的第一条要注意的原则 好 第二条呢 就是你选择的芯片 你的性能要达标 比如说我的这个项目呢 我要选用一个频率可以达到100兆赫兹以上的这么一个片子 那么我这个时候假设选了一个50兆 只能达到50兆或者60兆的一个片子 那肯定它的性能是不达标的 第三个呢 就要考虑它的一个环境适应性 环境适应性的主要就是一个温度 它的一个高温工作 低温工作 高温存储 以及低温存储 环境适应性 比如说我们开发的这个系统 它强制性的要求 我们必须达到这个车规的一个要求 这个车规的一个要求 那个低温的工作温度呢 要达到零下40度 高温呢 要到105度 这个时候呢 对芯片呢 就要去选择我们这个车规级的一些芯片 因此我们要考虑这个环境适应性 如果你不考虑这个环境适应性呢 这个对方啊 在收到你的这个开发出来东西以后 可能会去做一些环境试验 那么在这些环境试验下呢 在超过了你这个芯片允许的这个环境下呢 就不能保证我这个芯片可以正常的工作 好 这是要我们这个芯片选行啊 我们这个硬件芯片 以及这个外设啊 我们外设选行的要注意的第三点 好 第四点啊 第四点你就要考虑一个这个供货周期 假设我这个项目他要求两个月之内必须做出来啊 但是这个芯片呢 他的买的话可能都要三个月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项目肯定是没法完成的 因此呢 还要综合考虑下供货周期 可能这个时候呢 老板还需要你考虑下成本 成本 因此呢 你这个时候可能要多选几家 几家的芯片 几家芯片厂家的芯片 综合去考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骗子 好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一些我们这个硬件选行要注意的地方 而对我们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主CPU 或者我们验镜屏 或者我们按键啊 我们这个选行呢 又有他其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这个我们没有机会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讲解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就是用的STM32F407 用的STM32F407这个骗子 这个开发板呢 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要求呢 是完全足够啊 然后对我们外围芯片呢 刚才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运动传感器呢 是用的MP6050这个骗子 温室度呢 是用的DHT11 这个片子 好 外设模块呢 就是用的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 如果需要屏呢 我们这边可以外接一个2.8寸的一个液晶屏 2.8寸的一个彩屏 这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现有的资源呢 进行的一些选行 我们下这个地方的一个蓝牙模块 我们下车就来绝对我们下车就能够重弱的一个ffekt